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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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它能够出完这个公式之后 呃 0.8 0.78 我乱说的哈 这一大盖的犯人 你有没有健身的小技巧可以现场演示给大家 我有健身后的小技巧 哇哦 健身后如果肌肉酸痛的话 其实自己可以给自己按摩 按摩如果很痛的话 就健身肌肉很快就会好了 这上面有几根筋 会帮你排除肌肉中的鸡酸嘛 哦 会好得比较快 做一个霸道总裁 如果给你本人 黄德玉本人 一天一个亿 就是在一天里画完 那你去干嘛 我一个亿一天点画完 我拿这钱我先吃碗面 花了两百块钱 甚至就捐掉 你跟热巴合起的感觉如何 非常开心 那如果用一种水果形容看透是什么 一种水果形容热巴呀 哈米瓜 嗯 甜呢 那地东那一段也是很甜 你拎起来 倒了那块 有NG吗 这种拍了几次 因为我们听到那个胳膊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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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那场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工 因为马上杀青了 已经连续工作了 我觉得已经超过16个小时了 还没想起的时候 应该是恩这个 你印象中最甜的情节 最最最甜的情节 hold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那个 我打算留下聊天 然后他让我背他回家那一场 就挺甜的 感觉就 感觉就很好 说话配弹幕 请黄景瑜挑战 用说话配弹幕的方式 为以下超甜片段配弹幕 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 但是又不确定对方 是否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感觉 想说又说不出口 两个人就互相的试探 反复的试探 然后终于发现了一点点 这种情感的摩擦与交流 我希望做出一些发展 但是又很羞涩 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不就是暗昧吗 这是不是 挺好的 看见人心里很痒 按吹复得出了 不可明场面 有这么一段明场面 请黄景瑜现场饰演 周半的戏份 说出这段台词 你说什么 我是喜欢你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喜欢你怎么了 又不代表什么 又不代表追你 又不代表贪恋爱 我又没比你干嘛 你有病吧 我问你个问题 你诚实地回答我 你说 你是为什么 是啊 我就知道 你说什么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你说谁有病呢 你说谁有病吧 啊 我出去 出去 粉碎彩虹屁 因为说话搞笑直白 黄景瑜被称为直男粉碎机 所以请黄景瑜接受挑战 粉碎粉丝的彩虹屁 是我的宝贝营业了吗 我又没有看错 没看错 但不是你的宝贝 是你的宝贝 是你的宝贝 没有的天哪 这个人脸上有嘴 我帮他亲亲 所有胸部脸上都有嘴 史上最名副骑士的高 副帅宋总即将来席 他用187厘米不打折的身高 亿万身家 打折打折180个人 现在都在为家乡打过 如果让你为丹东打过 你不打什么 丹东的 草莓已经不用我打了 草莓现在已经 我觉得全国都知道 草莓很厉害 其实丹东还有 桃子 还有苹果 还有 海鲜 海鲜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这个运输 是个问题 还有 小伙子 小伙子 爱豆宅物语 与你在一起 非常开心 做客抱走吧 爱豆 也非常开心 和大家在这里聊天 然后大家 一定要关注 下一期节目 也特别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